嗨,我是千千,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刚刚大家们都看到开头的效果吧 Betro RTD我要教大家如何在Pillium和剪映制作打字效果 在影片开始之前,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就点击红色的按钮订阅我的频道 也别忘了打开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的新影片通知咯 首先我们在时间轨的左边的工具栏,找到字幕工具 过后我们点击字幕工具 在预览面板随意某处点击一下,这样我们就会创建一个字幕素材了 我们点击左边的效果空间,展开文本 我们在这里调整字幕字体与颜色 然后我们点击原文本左边的关键帧 我们点击文本,接着我们输入我们要的第一个文字 之后点击一下时间轨,让蓝色边框选取时间轨 然后按你键盘的Suite加键盘右键移动5个帧数 我们再点击预览面板的字幕继续输入下一个字幕 点击时间轨,过后再按你键盘的Suite加键盘右键 接着重复这些动作直到你把字幕输入完成 最后我们在效果空间面板里的运动调整字幕大小 这样我们就做好了打字效果了 加上打字音效,我们看效果 那些音质款剪辑软件要做打字效果 真的是太简单了,傻瓜都会做 首先到左上方的文字拖一个默认文本到时间轨 在右上方输入文字,调整字体和文字颜色 接着我们在右上方找到动画 在动画里找到打字机1 点击打字机1这动画 调整动画时长 再拖露一个打字音效 就完成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效果 是不是很简单呢? 好的,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想问的话 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告诉我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别忘了在下面点下一个喜欢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的话 就先订阅我的频道 我每个周日晚上8点准时发布新影片 那么我们就下个影片再见 See you next video 拜拜 拜拜